大家好 我这盆长寿花呢 是一盆老装长寿花 那么今天呢 我要给它进行一下修剪 为什么要给它修剪呢 首先它这里的话呢 这个花朵已经开败了 这个时候不剪的话呢 会消耗养分 影响蜘蛛的生长 所以呢 这个要剪掉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要剪掉长花 而且本身夏季的话 它开的花开的比较少 观赏价值也不怎么高 其实留着也是没有什么观赏价值的 还不如把它剪掉 那么然后呢 我这个蜘蛛啊 它有一点点这个 这个叶片啊 然后搭拉下来的这种情况 然后也有点发黄 是因为光照太强 导致这种叶片的话 最好是给它剪掉 然后这些老叶片的话呢 也下垂了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修剪 现在重点来了 我们要剪的话 就是要剪底部的这些分身出来的这些侧枝 本身我们养老装主要是为了看这个静感更加的粗壮 然后呢 木质化 到时候它长势呢 会慢慢的变成一个 像棒棒糖一样的形状 那么如果底部分身珠这么多的侧子出来 它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而且呢 后期你整个植株的一个造型的话呢 就没有那么美观了 所以呢 最好就是剪掉 直接从肌部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那这样剪掉之后呢 就感觉清爽多了 是吧 刚好两边是两条主干 然后呢 后期等到它长得好了 然后上面呢 就是两个大花球 等到秋天的时候呢 开出两个大花球来观赏价值才会更高 留着底部的这些侧牙的话呢 它消耗太多的养分 不利于你上部的这个枝条的生长 所以大家在养这个老装长寿花的时候呢 发现底部长出这些分支一定要及时修剪 夏季的话呢 开花大家也要尽早的把它剪掉 如果不给它剪掉的话呢 消耗太多的养分 不利于它花期的开花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这个老装长寿花 我要给它进行修剪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